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嗯 紧接着我们讲菩萝射诵今天是讲光束 前面知道 雷朔的时候就讲菩萝道的作用 讲启头的时候就有个雷朔和光束 略说 依靠信心和智慧才可以趋入真正的佛地 就描述这个内容下面广说分四个方面 首先是以沉睡的比喻来说明 以新冠的比喻来说明 还有以船只 以造船的比喻来说明 以及以老舌的比喻来说明 总共有四种比喻 那么四种比喻当中首先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以沉睡的比喻来说明 分比喻和意义首先讲这个比喻 犹如海船破坏 何人为此十草木 藏身水中不敌岸 若人无无知海岸 他这里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 任何一个人不能失去信心和智慧 如果信心和智慧失去了以后 获得解脱相当困难的 这个比喻是怎么描述的呢 比如说世间当中的商人也好 有些夫人按照古代的传统 他们入于大海去报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那个时候如果在海里面遇到了一些冰山 或者金鱼或者一些大的风浪等等遇到了危害 结果船只毁坏以后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他能抓住 当时船只里面所失去的那些人士 或者一些草堆或者木板 木块等等这些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的话那么无边无际的大海当中这个人只有藏身于水中 不可能很安全地 顺利地达到彼岸不可能达到彼岸 但反过来说如果在这个当中他刚好抓到了一些物品 或者一些木材等等在这个时候依靠这些物体 他有逐渐逐渐可以到岸边有这个机会 就有这个机会前一段时间 斯陈罗珠堪布的弟弟叫巴楚 有一次他好像从那个什么地方开着一辆车 里面装着一些学校的衣服等等一些东西 正好上去的时候好像这个车可能方向盘突然失控 最后掉到尼库河里面去了当时尼库河是特别的 长得很大的 非常非常大结果它已经沉下去了 沉到水里面去了自己一翻身的时候就飘到水面上 飘到水面上的时候他就抓不到任何的东西 那个时候下面的车又再次地沉下去了 然后他就突然抓到车上面的衣服 杯盖等等有些东西 使劲地抓着那个 结果在饭鬼的河里面一直拿着那个东西飘着 听说一直飘到大概一公里左右吧 在那个时候到一定的时候好像里面的那些东西也中间散开 有一部分倒到河中去了然后他自己所拿的东西 依靠它逐渐逐渐倒到河边当时更好有几个路过的人 他们路过的人一看到好像是水里面飘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说这是个人还是什么东西啊 结果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他也是可能依靠三宝的价值 就是逐渐逐渐到了岸边刚好那个岸边有一棵树 他抓到那个树的树子顺利地到岸边以后 也许他很高兴也许他很累的一直在那儿躺了好长时间 他们认为已经不行了结果也没有任何事 所以这个比喻也可以说明人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如果在水里面没有抓的什么东西的话 这个人肯定会在水里面死去的 这方面还有一个故事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导游都知道 铁达利可好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我看到你们的表情 好像记得大概在97年的时候 美国花了大概两亿多美金吧 就是两亿多美金拍的一个好莱坞电影 然后它里面描述的应该在1912年是吧 在那个时候赢过一个特别高等的豪华的船 那么这个船当时成为世间上的梦幻的船只 或者说是永不沉默的船只当时对他的评价很高的 但后来好像里面成的人从英国到美国的 是不是在北冰阳那个是在大县那里啊 在那里遇到了冰山然后再从和平时代以来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海南 美国这个作为题材拍的电影后来好像 据说这个也是拍得很成功我是没有看过 原来我在外面看病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 北京电影学毕业的出家人他每天都是讲里面的故事 一讲起来好莱坞电影的故事的时候 真的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上的人一样 拿出种种的表情里面的主人公是什么 主要主要的演员是什么谁是导演等等的 这里面也听说真的描述了在大海里面 这种人们无有任何的依靠住 当然在这个时候可能抓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也很不容易的 虽然在有些佛经里面也有穿着毁坏的时候 抓到了一些木板 抓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最后到了一些其他的岛屿当中生存下来的 也有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和公案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里的比喻来说明 说明人在水中遇难的时候如果没有依靠住 他不会有希望的 那么同样下面讲意义上面的第二个是讲意义的 那么这个意义是这样说的 如是居心得尽心不虽薄辱非证据 争了死有波涛雄轮回海中横流转 若以殊胜会舍持同法自信所胜义 方便功德以慧舍受证最妙福菩提 他这里跟前面的比喻也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具有希求菩提的信心 还有获得了这样圆满正等觉的欢喜心也好 或者是清净心 那么这个信心也好清净的这种心 就是具有的人如果没有按照自己的信心来 对解脱生起希求之心 也没有按照自己的信心的基础上 希求佛菩提也就是说波罗波罗蜜没有这样的话 那么绝对不会获得了三世如来正等觉的果位 这样的果位不能得到的 那么这样一来这种众生肯定是永远都是成立 在生老死病有上痛苦爱好的 在波罗汹涌涌轮回无边无际的苦海当中 始终接念不断地会磨头磨尾的流转 不能得以解脱如果前面讲的一样 没有信心 没有智慧的话 一直是成立在轮回当中不能得到解脱 如果希求菩提的清净心和意乐心以智慧来摄持 以通达一切万法为空性的智慧来摄持的话 那么很容易了达万法的本体是无恶的 空性的 这些样的道理同时自己所领悟到的境界 可以给有缘的弟众宣讲 这样一来以自己的信心 大悲心还有菩提心等等 所有的这些方便以波罗波罗蜜多无缘的智慧来加以摄持 而加以摄持以后那么我们所谓的智悲双云 这种人在很快的时间当中一定会获得了 佛和菩提的殊胜果位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得到信心特别的重要 正因为这样 《保险论》里面也说了 自然知生意 以心而证悟 自然知生意 生意地依靠信心来可以通达的 通过信心可以证悟发心的 信心很重要的 然后信心的基础上通达万法为空心的般若更是重要的 我记得《般若五百颂》里面说是 《寻尽不得法 心不显有事》 《法行善之果 聚会得菩提》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获得了智慧的时候 通过自己的分析来寻找的时候 任何实有的法也是得不到的 在那个时候你的心面前 智慧面前 没有任何万事万物的 实有的法 完全都是自己的心跟随发心 已经通达发心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在那个时候你可成为具有智慧 有了这样的智慧 菩提不遥远 因此我们在信心的基础上 了达诸法的空心 智慧这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个 如果没有信心 我们大家都知道可能你不会去趋入的 光有一个信心没有智慧的话 也是世间上成为一种迷信 因此我想有了信心 有了智慧的话 即使你的行为是一些风风点点的话 也许最终人们也会了解你的甚深的密意 记得以前九华山有一个叫做大行和尚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后来应该好像他的身体是有肉身不坏的 那么他出家以后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苦行 人们都称为苦行神每天都是提水打水 就是多年以来都是一直这样的 但是他有一种 不共的一种行为 他经常爱说空空空 当时人们不理解觉得是什么空空空 天天他要么说空空空要么说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自己 意思就是如果是好人的话等于是对自己好的 如果是坏人的话等于是毁坏自己的可能这个意思 但后来有时候他的行为也有一些点点道道的 人们都不理解的包括他一些吃饭的话 别人没有说他的时候他又吃肉 喝酒 然后别人一提醒你再吃肉 你再喝酒的时候 他马上就停止了 但是口口声声就是说空空空 三个字 这样一来最后到了应该九十一岁吧 九十一岁的时候他说我百岁老人离开这个世间 让我的肉身留意这个世间对众生有利的 他好像在后来一直念阿弥陀佛而示现圆寂的 后人才知道包括他三年当中的肉身不坏有很多很多的成就妙想 所以我们这种薄弱的空性 哪怕是我们口头上经常说有一些一切都是空性的 一切都是做梦的就有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 其实也是只是一种实修啊 这是一种实修我记得《五味客家》的传记里面 引用一个宗喀巴大师的教证 这个教证里面是这么说的 如意受虚空般的入定 还有如幻般的触定的境界 这两个空性得以双云的话 那么这就是殊胜的修行人大概应该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在入定的时候就像虚空一样的境界当中 入于这样的空性 还有入于如幻化一般的这样触定的空性 这两个空性如果得以双云的话 那么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我们像在座的很多道友 有些真的是入虚空般的境界当中也可以入定 有些没有这样的但是它可以在我们眼前 就像如梦如幻一样很多现象虽然现象 但实际上你真正去寻找的时候 通过我们中观的推理或者其他的观察 绝对是一种梦幻泡云除此之外得不到的 那么你这样的境界长期的讯息长期的喘息 最终的话你对世间的任何名闻利益 世间八法都是不会有很大的就像世间内那样的兴趣 在那个时候逐渐逐渐对上师三宝起着不共的信心 即使在这样的信心基础上你了无空性我觉得不是很困难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前辈高僧大德的传记 的确是心有很大很大的转变 因为现在的很多包括我们有些出家人的介绍 生平见解的话说实话不是有很大的兴趣 今天在这里领导会我明天这里开会 后天这里修一个什么东西啊 当然这也是一种慈善也是一种善事 但是真正的跟前辈高僧大德们 他们是依靠自己的苦修依靠自己的信心来挖掘 最深深的智慧波罗蜜多的境界那样的修者 不管是汉传佛教的一些徐高僧传 唐高僧传 颂高僧传 这里面也有很多非常惊人的故事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尼玛巴也好 嘎举派也好还有很多各大教派 的确也是有许多上师 依靠自己的信心和智慧最终完全地舍弃了 现在世间当中的种种分别念 而直接趋入另一个涅槃的世界 这样的故事太妙了 太精彩了 我们通过别人一生的成就来自己也可以有所改变 自己的命运 我想是轻而易举地可以改变的 就可以改变的下面就是说第二个 就是以行观之比喻来说明 下面第二个问题也是信心和智慧 用行观的比喻来说明 如人行观成装顺 知不老骨 骨树灰 药药品种 成装水 土兀坏趣 安凡脚 如是菩萨行水主 然是智慧及推度 若行行义会摄持 约耳地活大菩提 意思就是说也是像这样比喻 如果有些人没有如药佩哨的心的关子 就是新的这样的我们以前都是用泥土做的 现在的陶瓷刚开始的时候 它没有入于药里面进行烧着 而刚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云泥做的 刚刚做出来的这样的关子里面如果我们加水 大家都非常清楚肯定不会水能流下来 甚至它自己的泥土还没有在火里面 进行化学繁衣而成为坚硬的东西 这样的话全部会毁坏的 最后的话罐子也不能用的水也是不能盛的 就像我们有时候打水泥炉的时候 很多出家人他可能有些不太懂马上都是踩在上面 结果小骨头不是很好的 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它有刚开始的形成 最后有一个适应的或者说它稳固的一个过程 就是稳固的过程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道友 信心还是有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如果给你传了最深的法 这样的话恐怕还不一定成熟的 有些道友刚来的时候今天到明天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灌个亭 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最深 最妙 最高 最棒的一个法 然后我一生立即当下一瞬间马上成佛 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刚刚那个行关子还没有磨练 要磨练一段时间修完加行以后再说吧 没有修完加行你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他这里说还没有得以稳固最后肯定会毁坏的 如果我们这个罐子放在药里面进行配烧 然后做了长期的链子之后那么你装什么水也好 其他的一些职业那这样绝对不会有任何怀疑 尤其是现在的有些厂比较好一点的 真正做完了的陶瓷里面装什么水一点问题也是没有的 以前可能大多数的一些 包括一些锅 水壶全部都是由陶瓷做的 跟现在这个社会有点不相同的 可能印度的传统也是如此的 这个时候你把水装到里面你返回到家里面 这样绝对不会有任何困难这是比喻 那么同样的如果任何一个菩萨他不具备 希求圆满菩提的信心 虽然有些人已经具足了这样的信心 但是一点智慧都是没有智慧波罗蜜多没有的话 很有可能从大乘道当中退射而堕入列乘道 列乘在这里一般是小乘 同时跟外道也好还有一些邪道当中去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白入佛门的时候信心很重要 在信心的基础上智慧更是重要的 智慧没有的确也是我们现在学什么法不能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因为有些人智慧太顿了没有智慧的 反过来说如果希求菩提的大乘行者 他首先对上师三宝和般若法门有不共的信心 在这个基础上他也会了解 就像我们《戒业会见》里面讲的世俗的智慧 对业因果也好 前世后世也好 世俗基本的这些正义完全明白叫世俗智慧 然后圣意的智慧通达一切为空性的 通达心的信心为光明的这样的智慧具足的话 那么这种人一定会超越身为缘觉的量低 而且很快的时间当中能获得佛和菩提的殊胜果位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了解到 修行人的确也需要智慧和信心 法王如意宝以前的有些教言当中都讲过 都说我们学习佛法不可缺少的信心 智慧 悲心 就是智善者智善者有了的话你这个修行必定会成功的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没有信心的话不可能入于佛教的门 即使有了信心 没有悲心的话 恐怕是对可怜的众生 尤其是大乘修学不一定会真实行持的 光是有了信心和悲心还不够的一定要通达万法真理的智慧 有了这三者你必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 首先每一个人来讲的确特别需要信心 以前《阴诺本业经》讲的这么一句话说是 一切众生出入三宝的大海以信心为本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首先你要趋入佛门的话 趋入佛门的大海那信心就像船只一样的 就是为根本的如果一旦一个人的信心没有的话 你再有智慧再这么出名的话恐怕是不行的 现在有些高等学校毕业的这些所谓的博士生 还有一些科学家还有一些世间的名人 他们的智慧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有些人是过目不忘的 有些人真的是通达许许多多的论典世间的一些教理 可是最关键的他们都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反过来说是有些人可能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就像世间的有些农村 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的有些人很有信心的 可是他们根本不懂佛教的真正的甚深道理 这样以后也完全成为一种迷茫的修法 因此说我们认为信心和智慧的确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两者不可缺少的记得在《宝马论》吧 好像《宝马论》里面说是 增上身须乐 定身须解脱 必应如略舍信心于智慧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有增上上和决定身 增上身所有人天福报的安乐和决定身是三菩提的解脱 那么所有的暂时和究竟这样快乐的来源 它的因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信心第二个就是智慧 所以智慧和信心确实也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有了信心 有了智慧的话 应该行持善法不困难的 尤其是有了信心的话那么刚开始的入门一点困难都是没有的 以前《法觉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公案 佛陀当时看见舍卫城的好像东南边有一条大江 然后这个大江的旁边有五百名的渔妇 这个渔妇每天都是他们依靠杀士为力而过特别低劣的生活 然后他们一般人力道德全部都满油 过得非常可怜的生活 后来佛陀观察到度化他们的一些因缘成熟 实现身边到他们云民附近的一棵树下住在那里 并且四方发射光芒 那个时候这些渔妇们感到特别稀有 然后在佛陀面前顶礼 摩拜 恭敬地住在那里 那个时候佛陀给他们宣说了种种的法门 可是如意真正的佛教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信心 他们根本不懂那个时候佛陀又幻化出另一个人 在对面的大江上面出现一个人 自己幻化出的一个人这个人在江上踏行而过 也可以说他从大江上面行走过来没有沉在水里面 没有沉在水里面的时候那些人们感到非常的稀有 他们都说你为什么脚不沉到这么深的水里面去 你是不是有一个非常不共的稻树 他说我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稻树 但是听说释迦牟尼佛在这边给大家宣说殊胜的法门 我本来想赶快来结果没有找到穿着 啊 没有转到穿着那个时候有人说 水上直接去的话只要你有信心不会有困难的 然后我依靠信心来到这里确实也没有沉在水里面 这个时候佛陀也告诉大家你们也知道没有信心的重要性 确实也是有了信心的话哪怕三界轮回的生死苦海当中也可以堕堕 跟何光说是现在世间一般的水 这样佛陀一说之后这些人他们都心结直接打开 然后趋入真实的父门受了善规无解 逐渐成为佛所话的弟子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的确信心很重要的 以前不是九五本也是到哪萨九五面前去的时候 有信心的人面前九五佛像也会说话的 没有信心的话即使佛陀在你面前 你也不一定获得真正的得利啊 我们有时候看得到一些大成就者身边的弟子 的话的确是没有得到法的利益有些上师是很了不起的 不管是他的讲经说法也好内在的信心 证悟悲心等等 真的是他如果相续当中这些功德的万分之一 百分之一如果有些弟子真正得到的话都已经足够了 可是因为自己的信心已经舍了自己的心门了 一直不能得到上师加持的眼光入于自信 所以我想我们的信心的确很重要的 如来亚尊者见到智悲光尊者的时候 那种态度 那种信心没办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上师和对三宝真的有如此的信心 那么生活当中种种的违缘困难都可以面对的 都可以面对的但现在人我觉得就是缺少的信心 其他的样样都不缺少 现在有些求法的人说我这个条件没有 那个条件没有 有些人说我特别忙碌有些人说我现在修法的因缘不具足 其实因缘是依靠自己来定的 不要说是以前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故事 包括我们刚开始来拉荣那个时候的条件 如果想比较起来 现在我们这边的好多佛教徒认为自己是很苦行深的 其实根本没有当年我们说苦行的那样的 自己认为我是苦行深很了不起天天都是宣扬 真的有时候人各方面的条件因缘特别具足的话 反而对道行没有真实的利益大城市里面 也是主要的借口是一些忙碌或者是这样那样的 实际上我们现在有那么好的顺缘那么好的方便法 在那个时候自己没有利用 没有利用的话太可惜如果对佛法真的有一种特别珍惜 特别珍贵的那样的一种信心 那从中一定会获得加持的 有时候看到我看世间的这些好多愚痴的人 真的是看世间的一些电影世间的一些聚会非常有信心的 哪怕是门票三千块钱 七千块钱 我听说有些人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歌星 唱歌还有他们跳舞大概是两个小时 然后花七千多块钱就愿意花的 就愿意可是我们听一堂课 虽然没有我们讲得那么像表演一样精彩 但是我们所讲的内容方面对究竟 今生也好 来世也好 很多人从苦海当中自己获得解脱的 这样的内容多生累劫的确也是非常难得的 可是人们没有珍惜之感没有 这样缺少的话那种种获得的加持和利益是很少的 当然大多数人来讲也是我个人而言非常心满意足的 大多数人依靠我们种种的方法和能来 对佛法有所认识这一点也有一定的行为感 那么下面就是讲 第三个以早传之比喻来说明 如为今早传入海财宝商人聚会坏 避传进行而洗澡 无顺宰宝大岸边 如是菩萨终寻心若无知所推菩提 若具殊胜智慧度不然实证福菩提 那么这里讲世间的比如说包括一些材料也好 还有它的结构 标准各方面不太符合标准的 不太符合真理的这样的一种工艺造出来的传值 也就是说质量不过关的传值 如果它趋入大海那么因为它的质量不好的原因 连带商人也好它的财物 财宝全部都是在大海里面 会毁与一旦的 毁掉的 如果那一所传值各方面的质量通过精细的供应 做得非常圆满 合格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里面的人也好 包括财宝也好全部万好无顺的很顺利的可以到达彼岸的 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菩萨如果刚开始的时候 对佛菩提应该有着强烈的信心 然后强烈的信心没有被智慧波罗波罗蜜多的奢侈 没有这样奢侈的话很有可能从大乘的殊胜道当中进行推施 而且会堕入蜡道 堕入猎道的 我们现在有些道友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有信心的 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在菩提道当中退市 包括有些出家人刚开始很有信心的 但后来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 遇到违缘的时候无法面对破戒 还树等等 前一段时间有个居士从来没有听过 还树 他说 还树 还化的魔树 我有一次课堂上说某某人还树 然后他觉得 哦 出家人学还树了 还树 包括有些人生邪见破戒 还树 有些我发的应不容易 这也是没有智慧的原因 如果有了智慧尤其是就像以前门佛仁波切所讲的一样 真正对三界轮回苦海无边如果对这样的出离心非常强烈 它跟世间一般的一些感情 世间一般的一些秘密 不会毁坏自己的戒体真的是 世间当中很多高僧大德传记当中也是可以看出来 有些人有了信心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 他有求解脱的智慧很猛烈的 这样一来在修行过程当中 不管是什么样的邪魔外道的违缘 不会制止他的前进 不会挡住他的前进 所以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会退失信心的 就退失信心的如果有了信心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 有了智慧这两者双全 这两者具足 那么小乘道当中也不会染上的 大乘的菩提道当中也不会退转的 而很快的时间里面会获得佛菩提的神庙果位 所以在这里一直再三地讲 这个信心是刚开始趋入的门槛一样的 然后这个智慧完全是他的真心 这两者的确也是我们不能放弃的 也是龙猛菩萨说的吧 具心故意法 具慧故知证 此而诸位慧前行即信心 说是具有信心的缘故 你可以依靠殊胜的法 如果没有信心我们不可能归归异佛门的 不可能去学习宗观 薄弱这些法不可能学的 因为有了信心我们会趋入 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道友 不管是听课也好 或者平时 好像有一种对三宝的恭敬心 甚至合掌 甚至有一种虔诚信心的态度 那觉得上师诸佛菩萨的加持融入心不会很困难的 所以信心一切功德之母很重要的 在信心的基础上依靠聚会 具有智慧才可以通达它的真正的本来面目 这两者当中智慧是围住的 信心是前行的 信心和智慧这两者因缘具有的时候 当然按照禅宗和密法的传承上师的故事来看 依靠这样的因缘很快的之间当中也可以获得证悟的 尤其是以前我们上师也经常讲过 依靠具有智慧的上师不可思议的加持 和具有信心的弟子的恭敬心这两个因缘具足的时候 虽然没有经过多生累劫或者很多的炼狱没有 但是短暂的时间当中也可以开悟的 记得以前好像喜马拉雅生大成就者 还有学士六业宗帽那个里面都有这个故事 华智仁波切 华智仁波切当时摘一个纳虫吧 在那个地方经常观我们说的是托盖 就是现在很多人翻译的是天空瑜伽 也可以这么说吧正在修这样的观修瑜伽 他有时候经常问自己的弟子你们开悟没有 有一次他问六夕龙多士最主要的一个弟子 问他心的本性已经认识了没有 开悟了没有 当时那个弟子 六夕龙多士说是没有开悟 没有开悟 华智仁波切笑着说你不要着急啊 还是不管怎么样经常这样观修 总有一天会认识到自己的心的本性 但是六夕龙多他经常做一个梦这个梦比较特殊的 他做梦 自己的好像有一个仙团 仙团里面有一个金刚萨埵的像 那么这个像用华智仁波切来把这个仙团 华智仁波切来解开这样做一个梦 但后来有一次黄昏的时候 华智仁波切叫龙多过来让他开始观修 观修禅禅 观修的时候 当时刚刚听到附近祖庆寺院的狗的叫声 华智仁波切问你听到没有狗的叫声 说听到了 然后当时刚刚看到天空当中出现信心 然后有上师问你看到没有信心 然后龙多说已经看见了 那么华智仁波切说这就是信心的一种标志 那个时候弟子一观内心的时候 刚才所见所闻第一这样的一种标志法 最后讲自己心里的通辞 无耳的决心 突然间全部恍然大悟的 一般来讲有些薄弱的空性也好 我们《大圆满》里面所讲到的很甚深的教言 信心确实很重要的 有了信心以后什么法都很容易接受 比如说有一个信心的人 他对求法的态度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比如说有信心的人他跟般若说诵的话 非常以恭敬心来拜读 以恭敬心来顶带作供养的 而没有信心的人把它当作一般的一种手本 一般的一种智障来对待 那这样从中对你获得加持有一定的困难的 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包括一些企业也好 做任何工作首先是对他的兴趣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在那里干两天都是恐怕不成功的 包括我们现在这里有些发行人员 的确是对这行工作要有欢喜心 没有欢喜心的话这个事情会干不好的 始终都是把它当作一种压力 没有这种快乐 我前年他也说了古人说的 知之不如好之 好之不如乐之 有一种快乐或者有一种兴趣 这是很重要的 同样的我们依靠这样的般若法门也好 依靠密法和禅宗的一些特殊的窍诀 来让我们的心完全都是开悟 这种表示法必须要有一种信心 有了信心的话就像麦彭仁波切所讲的一样 刚开始认识你的心的本性这叫做见解 然后你所认识的境界当中继续护持 这叫做修行这样以后 最后所有的分别念都是自然解开的 这是行为 也是果文 其实这是《大圆满》当中的 麦彭仁波切的三句窍诀 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按禅宗的一些解释法法 来给大家制止 因为这个般若法跟禅宗的道理完全是相同的 我们藏传佛教里面讲短法 就是玛吉拉之所传下来的般若法门 这个跟汉传的禅宗应该是比较相同的 那么这种法我以前也是讲过 按照该据派的话 以大寿云师以密宗的方式来解释和显宗的方式来解释 而以显宗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那么也没有要求让我们获得灌顶 求般若法先得一个灌顶以后才可以穿梭 并没有这么讲 但是比较隐藏的方式可以说 我们的心当下开悟的这种窍诀 应该在般若法门当中也是有的 有缘者完全是依靠诸佛菩萨和上师们的加持 观自己的心也好 观外面的任何一个法兰 通过这样的外境如幻如梦的一种现象来反观内心的时候 可以安住般若里面所讲的远离一切细论的境界 同时也没有任何执著的情况下 外面如梦如幻般种种闲而不适的境界也是可以悠然呈现 在那种境界我们平时都是可以作为一些瑜伽师可以护持 这样的护持肯定远远超过我们世间一般的一些单空 或者说一切实有执著的见解 所以这种见解就像文彭仁波切所抉择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无始以来 流转在轮回当中的这些众生抉择为空性 以空性打破我们的实质毁坏我们的实有的心法 之后彻底了解一切万法无有实有 逐渐逐渐通辞觉醒也好或者光明信心的本来面目 逐渐逐渐也会了达大概在这方面 我想每个人应该在观修的过程当中 就是祈祷很重要的有时候在众人当中 在非常散乱 非常烦恼的这样的场合当中观内心 其实你觉得外面有凡天覆地种种一些心犯意乱的事情 到底是怎么样存在的它的本地真的是这样吗 也要可以观察反过来说当你心完全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的时候 也要可以观察可是我们有些数学者 始终觉得外面散乱不是很好的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刚才按照华智仁波切的徒弟 狗的叫声也是最后成了开悟之音 所以前两天有些道友说这里狗太多了 一定要把他们念出去我也给学院的负责人翻译 你们想办法把这些狗要赶走 但现在看来这些赶走又减少了我们证悟的因缘 这样看怎么样真正的一些修行人 外面的种种声音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开悟的助缘 好 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vet 佛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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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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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